男人被注入了毒蛇的基因 身体与蛇融合在了一起 随着毒蛇钻入他的身体 下一秒他的手掌就长出了黑色的鳞片 并沿着手臂开始迅速蔓延 这让男人吓得不知所措 男人这才意识到 他正在被毒蛇的基因侵入 相互融合成了一体 紧接着他的上半身也开蛇变了 脸部也被蛇鳞侵蚀 没意会他就成了半人半蛇了 然而变异还在继续 他的瞳孔已经缩小 嘴里的獠牙也长了出 此时的他性情大变 并轻松振脱开栏树 随着腹部鳞片的全部掌出 男人被彻底进化 成为一只大毒蛇 变异后的他还是不是人类 小美健壮立刻射出毒标 正中他的脉 然而这对皮操的毒蛇来说 根本造不成伤害 见毒蛇毫发无损 小美拿起一手 朝着毒蛇的脖子就插了过去 见还是没有效果 小美再次抽出一脑 刺入他的胸膛 可让人崩溃的是 进化后的毒蛇 已经用了金刚不坏之身 这下小美可要擋 毒蛇一个刺闹 划破了他的脖子 小美就这样被毒蛇轻松干掉 眼看刀不好使 卷毛赶紧拔枪射击 毒蛇被瞬间打回了人形 可没多久 他又重新恢复 趁机不备一尾巴过去 将手枪一把水飞 就在这时 一辆卡车冲了过来 将毒蛇撞飞了出去 当然 这对于金刚至身的毒蛇来说 也毫无作用 正当毒蛇准备继续发动攻击时 突然他停了下来 眼前的场景 让他回想起了自己的初恋 原本冷血的毒蛇 顿时恢复了人形 就在他思考人生之际 众人冲了上去 也就是几刀 这下正中要喊 没有蛇灵保护的毒蛇 马上就要不行 见识不妙寄生的毒蛇 赶紧从他体内钻了出来 而男人最终成了毒蛇的牺牲品